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宇美仁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挖 為您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媒體工作者是黃靖平先生 也是桃園平鎮的四億元參選人 第二位是何博文先生 是新北板橋的四億元參選人 沒錯吧 再來一位是之前在萬華有要參選的 中年晃先生 一定要在傷口上撒鹽 那是傷口喔 對不起 再來一位是媒體工作者王時綺小姐 在文山區要參選的 文山智林 其實我覺得如果年晃去大同區 應該也會不錯 因為是綠大與藍的一個地方 可是我不想要over誰的body 講到overbody 你夠幽默就可以了 我覺得台北市的選舉 可能因為是連勝文的關係 因為他英文很好 所以大家在競選廣告文宣上面 也都有一些創意 現在台北市的新景點是這個地方 這什麼路段啊 南京東路 跟光復南路 不是光復南路 南京中路 南京西吧 南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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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這個看板 是先有這塊 先有那一塊 那是王世堅做的看板 王世堅再來做了徐鴻庭 然後徐鴻庭在這邊再上一塊 我覺得很快這邊這一塊也會被 被那個 可是旁邊有那個招牌擋住 拆掉嘛 而且我覺得很快可能頂樓要夾蓋 因為不夠 這邊已經成為台北新地標了 那我們大家來練習一下這個英文 OK 因為呢 這地標有啊 現在你看 這個是網友也在那邊拍啊 然後這個是 紅光源 很多人在那邊取景 那這個老闆呢 下面商店的老闆就說 如果你來這邊拍照 來這邊消費 就消費打九折了 不過他是賣雷斯捏 他底下招牌是什麼雷斯 應該不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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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商家 哇 又 over whose body底下又雷斯 所以又覺得 哇 充滿想像的 充滿想像 對不對 還滿浪漫的 是是是 OK好 那原來是這個王世堅講 他是那時候在跟 在立法院的時候 學院的時候 白狼帶了一群人要去立法院嘛 王世堅就擋在那邊嘛 他就跟白狼嗆瞎嘛 他說你想進立法院 除非你 over my dead body OK好 然後結果他用這個語言 來自我包裝一下 的確有講過啦 對啊 他有講過 然後呢 來這個嘲諷 林盛文 Over my dad's money OK 那場學運捧紅很多人 不是只有這個 Over my dead body 還有一個來來哥 記得嗎 最近在中原普渡啊 很多的那個廟宇 旁邊都會有人寫說 來來來 你來你來 這個也變成來來哥 現在連那個 LINE的貼圖裡面 都有一根香蕉 然後一直講 來來來 你看又是香蕉 又是你來 我還看到一個看板 一個候選人的看板 他的看板的宣傳主軸 竟然是說 被來來哥嗆瞎的候選人 然後他的看板就寫 來來來你來你來 就是我這樣 這樣也可以來哥嗆瞎 被來來哥嗆瞎 現在可以浮選了 對對對 是是是 OK 你看 剛才去接吳玉森 對啊 他是 徐鴻廷在求王世堅嘛 對 說你去米奇汽車旅館 Over whose body 然後來現在網友把它改成 請問吳玉森 你去維格汽車旅館 Over whose body Rebecca不是嗎 Rebecca大家都知道 Rebecca 那王世堅的呢 王世堅不知道 那個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這個吳玉森 實在是萬用吳玉森 他只要是什麼 只要有關相關的議題 他都可以被拿來用 這樣子 不簡單耶 選議員他也會出名 選議員也會出名 選議員也會出名 這樣應該算總統 所以我們在想說這個看板呢 大概一片要多少錢 王世堅的月租五萬 五萬 徐鴻廷月租三萬 他的比較小 因為他的比較小 對 王世堅的比較大 所以行情大概是這樣子 差不多是這樣 一個月 沒有啦 選錢之業就在那裡啦 以後那裡會變成像嘉義式的噴水池 對啊 就是選錢之業大家都來這邊 不是啦 大家都倒下去 歐不來歐不去的 其實我覺得 這一個方式 因為剛好蔡振元 過去當連勝文的總幹事 徐鴻廷跟那個連勝文的關係 就不要講了 他就以前他的特助 那現在也在這個 藍寧的這個票倉 當然我們是在去選議員 昨天我有碰到徐鴻廷跟連勝文 他們當然是很不爽 這個王世堅的這個廣告 那剛好蔡振元過去 他就 這個等於就是 如法炮制他之前 被李建昌在內湖南港選區打的時候 李建昌之前打蔡振元什麼 那個時候 這個在選立委的時候 李建昌在內湖南港的選區 內湖選區啊 他就打一個 蔡委員你賺的還不夠嗎 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也曾經討論 說蔡振元 蔡振元 那個一些內湖南港的選民之一 說蔡振元那麼有錢啊等等什麼的 然後蔡振元就把矛頭拉高到蔡英文 因為剛好那時候總統立委一起選 他說他就一樣的標題 他只是換一個說 這個李委員 你覺得蔡英文賺還不夠多嗎 只是把後面的那個名詞 從那個本來質疑對方的 他改成蔡英文 那剛好也是 因此心理媒體聚焦 好多個新聞台那時候都去報導 所以其實蔡振元有這個經驗 他就認為說你這樣弄我 因為蔡振元的個性 他其實就像鬥雞一樣 你用我 我就用你 我就用這一招回去 所以當王世堅在這次 我覺得這樣人的個性很好相處 因為很清楚 大聲會跳 大聲也會跳 他就這樣 記者對他 或是誰怎麼樣寫他 或是誰跟他衝 他一樣用這樣的方式回敬你這樣 那蔡振元他的 就是所以黨內都會形容說 他的個性真的像鬥雞一樣 所以這個高人指點 最後選完是誰會over 你說王世堅選後 這三個啊 都不會over 都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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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會over喔 都會賺到 都會賺到 到最後會不會上 打麻將不知道 可是這機會很大 就是你選參的時候 你只要能夠找到一個對手 over來over去 到最後兩個都上 其他都over這樣 他就變景點 然後變成一個討論的話題 那個炒高他們的知名度跟熱度 最經典的就是 陳其邁第一次在高雄選立委的時候 那時候他只有30出頭 那時候還是大選區嘛 那時候陳其邁雖然他是陳承南的兒子 可是知名度不高 那時候有一個人叫朱高正 對 他們兩個就互搖 一個說對方就 互相拿對方的名字 是跟朱新宇還是朱高正 朱高正 朱高正不要去高雄算過 朱高正的台語怎麼樣 低高正 不好聽 那邊就罵陳其邁 這個就不能在節目 不是不是 諧音 這個就不能在節目中講 有點像髒話 對對 然後 結果兩個 都高票當選 喔 作對廝殺 第一高票跟第二高票 對 沒錯 喔 我感覺我們 賦名很重要 對 賦掉就要 名聲有響亮對不對 對 名聲有響亮 因為你想想看 那個選票露露燈 一排 很多選民其實他平常並不是很關心 這兩個名字 這有紅我沒聽過 就把它當下去了 有紅或者是說有大 對 這種 像這種 我都稱之為 叫做對比式的這種海報 坦白說不是我超廣 今天我 我上次在選立委的時候 我當時也 也有幾個海報是這樣子 對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 吳醫生他就弄一個很大的看板 他說什麼 反正他就說 他政績第一 我就在旁邊 同樣剛好就移動到 我在旁邊 我就這樣指著他 我說 結果你知道網友多苦手嗎 網友竟然把我這個指頭 上面弄一個設計對白說 我一生只愛一個女人 這樣指著我一生 對 結果那個東西後來在網路上 那點閱率真的也是超誇張的 網路都會瘋傳那張海報 一直到現在都還有人在傳 對 小平的礦泉水上面寫中層水 中層水 什麼水 中層啊 中層啊 中層水 我們先休息進去看看 我們先要拚一盒 中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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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這麼討人厭啊 鄭毅如網友說 蔡委員加油 有你出馬 一定能更快搞垮連陣營的 蔡正元在這邊罵 他是民進黨派就臥底了嗎 蔡正元罵記者罵錯了之後 後來結果那個記者不是就跟他這樣 一來一往 那結果罵錯人 那個記者當然就很不高興 就說不行 你要給我更正 蔡正元就開始推脫 他說好好好 我有在你們那個群組上道歉了啦 你在臉書公開罵人 然後在手機的LINE 幾個記者的群組當中道歉 後來那記者也很忠於說不行 你臉書罵我就要在臉書道歉 這樣子 這個蔡正元才說 好啦好啦 他才在臉書上面道歉 就是說這個人的鬥性很強 然後不太願意認錯 可是他也道歉了啊 沒有他道歉很沒有誠意啊 很沒誠意 而且他其實就是要一直拗 拗到最後能不道歉 他就盡量不要道歉 那我覺得蔡正元這種性格 對連勝文難怪 蔡正元有啦 他說修正本版第三段 問連勝文 應該為問連勝文的發言人 可是美人 你仔細看他是在哪裡道歉 大街罵人小鄉道歉 因為臉書 你用臉書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他有一個文頭 就是你發的 對你發的PO文 底下會有很多留言 他罵記者是在PO文 可是道歉在留言 那個留言很快就被500則留言淹沒掉了 來來來我們請靜平 我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大家可能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也沒有在用臉書的 他不太了解 我們把事件還原一下 其實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在那一天其實是8月4號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因為針對這次高雄大氣爆 連勝文不是之前他們總部說捐款10萬 因為被大家嘲笑嘛對不對 後來連勝文他個人也捐款了200萬 那到底這200萬是連勝文個人的名義捐助呢 還是透過企業去捐助 那一天在8月4號的記者會 其實一電視的記者張書維 他就針對這一點 他就問 可是這背景還在講一下 這背景還在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大家是說 連戰這個 在中國去捐款 在雲南震災跟四川震災的時候 他各捐一千萬 那為什麼高雄他沒有捐 那這個是梁文傑寫出來的 那這個後來蔡正元有出來說 說連戰那個一千萬 四川那個是 顏凱泰轉交給他的 那另外是雲南大地震 那個是林博石 就台博的老闆交給他的 所以連戰其實不是連戰的錢 所以連戰這邊也沒捐 要來說高雄他沒有捐是合理這樣子 那這個未來呢 未來他說 未來連戰捐了很多錢 但是都用無名士 這樣子 要先講一個這個 所以才會有 才會有去講說 連勝文你那兩百萬是不是也是企業界轉給你捐的 這個背景要講清楚 所以當時記者只是要連勝文在他們進入總部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希望連勝文說清楚 那因為當時連勝文他的自己的反應是因為發言人都有資料 就是錢鎮宇那邊 所以他就教說有發言人來說明 然後後來這個記者就講啊 可不可以不要都有發言人來說明 可不可以請這個市長候選人自己來講 當時是這樣的狀況 後來在記者會開完之後 私底下據說這個記者有去跟就剛剛那個跟錢鎮宇抱怨 很正常我們如果跟一個採訪對象 比如說部長或什麼官員或立委 有一些這個採訪動作上的不順 或是覺得不是很喜歡這種方式的話 私底下會跟助理或幕僚機要抱怨你老闆怎麼這樣這樣 所以記者這個就是我們在新聞圈裡互動都是這樣 所在多有 那記者就跟這個錢鎮宇說 到底是你老闆在選是連勝文在選市長 還是你發言人在選市長 就有點這樣考試有點這樣消遣他 這私底下的 你說開玩笑也好也是抱怨也罷 其實發言人其實有時候聽到這個的話就要稍微警覺一下 那發言人收到這種訊息一定都會去跟老闆或周邊的他的長官 比如說總幹事蔡振元講 所以前鎮宇就跟蔡振元講 講完之後蔡振元就在臉書指名道戲 罵這個義電視記者張蘇維 態度阿靶還諷刺他說 這年頭好像越阿靶的人越有道理 然後後來就被人家剛剛時期姐講了 那一段說搞烏龍 然後他說他會在臉書上跟正 因為他不是在公開場合講 他是私底下跟錢鎮宇講 這個對話大概只有 除了錢鎮宇就是記者知道 那之前的這個蘋果呢 也是去報導說這個連勝文 就是他公佈那個跟老外一起 在台北的外國人那個有便當 他說連勝文的壽司便當一克638塊錢 那蔡振元批說你這是惡意影射的偏頗報導 那重點不在便當嘛 你幹嘛都放在便當 而且他還說蘋果記者到我辦公室 來這個喝咖啡的時候 每杯也要100塊耶 你還不是給他喝下去 對 其實你看這個表你會發現說 好像蔡振元跟記者的關係很緊張 包括這個蘋果日報記者採訪蔡振元 在他或是要講他的臉書去倒圖 因為蘋果現在有即時新聞 他們很多東西大大小小都要去做 那像這樣的一個網路方面的 這樣子很容易引起網友注意的 那記者也會注意到 所以他就把這個新聞寫出來之後 沒想到蔡振元惱羞成怒 他就說這個記者多次訪問報導失實 涉嫌惡意攻擊 其實所以你可以看到蔡振元 而且以後不歡迎該記者進入辦公室 以前我們都知道蔡振元的個性 本來就是比較衝的 但是你要衝可以 你要回罵可以 攻擊人可以 把事情搞清楚嘛 他在臉書上面不斷的倒圖 然後後來結果 擁有著作權的那個拍攝者 然後就上他的臉書說 你怎麼可以倒圖都不講一聲的 結果蔡振元把這個人給封鎖了 就圖我還是倒 然後說你指責我 然後我就把你給封鎖 所以這是什麼行為啊 所以這就是老蔡的個性 他的個性他不會改 他就是這樣 但是他自己要付出他的這個太價 就是說他的個性就變成 連勝文你既然請他當總幹事 連勝文你就得概括承受 我那天遇到那個姚立民老師 我遇到姚立民老師說 欸老師你最近都在忙什麼 他說沒有啊 我最近沒有在忙什麼啊 我說沒有啊 我看你最近在家裡 可能都在作法 啊不然怎麼會有人那麼容易就 起擋你知道嗎 你想想看最近這段時間 其實柯P根本沒有做什麼事情 根本沒有做什麼事情 蔡振元今天這些 喔這個那個不對 其實也都不是針對柯P喔 他從擔任總幹事之後 你看平白無故替他梳立多少敵人 那姚立民老師一臉無故說 我真的什麼都沒做啊 可是他成功逼退沈富雄啊 啊他成功逼退沈富雄啊 那個早晚就要退的啦 那個早晚都會退 我的意思是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那個民調差20% 坦白講真的柯P最近也沒做什麼 你說姚老師總幹事也沒做什麼 可是你看蔡振元已經替他們做很多事情 蔡振元有一個很不治的行為 是說你跟記者不好 你還跟廣大的鄉民為敵 開玩笑網路是大家現在 要搶的一大塊地盤耶 結果你跟整個網路鄉民為敵 那怎麼會有好下場啊 對而且他跟PTT的那些鄉民為敵 那個真的是 那個是千軍萬馬耶 他還比他老的都得罪掉了 因為他說蔡振元自己公開講 他說我當總幹事 這個陣營裡面比我老的通通要走啊 對對 所以所有比他老的包括連戰 這是他自己講的 連戰你也要走了 但是連陣營也有強調啦 主委還是陳炯松啦 因為我覺得這是個策 陳炯松應該比他 當然比他老啦 當然比他失神啦 他說剛剛林煌哥講的這個意思是 陳炯松是人老心不老所以留著嗎 其實陳炯松一直在裡面 從錢盛委一開始 他是主任委員 黨內初選起來 就是一個服選的大佬 帶著他去很多地方的那個黨部敗票 可是他們後來發現一個狀況 他們會多頭馬車 然後常常拜訪這邊 另外的一邊那個幫忙的人 也常常也拉了一些線去拜訪 那被拜訪的當事人會不堪其勞 所以其實他們大家都在熱心幫他 可是我覺得說 陳炯松這個事情在剛剛林煌哥講的 蔡正元其實來他就是想說 啊我當年是他是他爸爸以前的 那個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也是副總幹事 當時2000年連消配的時候 那時候總幹事胡志強 然後副總幹事就是蔡正元 經常也都由他去亮相 蔡正元是從這個時候跟著連戰 然後一直到後來敗選之後 變成國民黨的文傳會發言人 然後也是文傳會主委 然後到現在接了連勝文的總幹事 他會講這句話 就是因為連勝文後來他的總部裡面 分成兩個幫 一個是那個連戰的那個他爸爸那個爸爸幫 一個就是老爺幫 另外一個就是太子幫這邊 自己他後來前兩天媒體有提到這一塊 他們一直想要說把他做一個整合 那希望像陳炯松 他們比較資深的這一塊 能夠退到另外一邊 那我覺得用蔡正元有政有富 有富的就是剛剛幾位全部說的這些 就是會讓蔡正元本身 他的鬥好鬥的個性 但是也有很多人 就是藍軍的支持者 他把藍軍的那種不爽 然後被壓抑 沒有辦法習慣在網路上表現 或者是就是藍營的選民 他至少把他凝聚在一起 會激出他 所以我覺得蔡正元另外一個正面的狀況 就是把那個連贏 就是你就是太肉咖太弱了 找蔡正元去就對了 把那個鬥的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一陣一附 當然連贏必須考慮清楚 以後跟蔡正元在對媒體 對外發言的這個審慎程度 到底怎麼去分工 然後要把蔡放到怎麼樣的攻擊位置 因為蔡正元在黨內就是灌成大炮 以前在裡面 大家國民黨裡面看到就是最後一 另外一個就是蔡正元 不過我有問過檢醫院 檢醫院他現在是柯P的發言人 我說對蔡正元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他說我們有開過 歡迎歡迎 熱烈歡迎 內傷啦 都是內傷的 我們有開過會就是說不回應他 因為他派他來是要打 應該是要打後面選舉 就是無賊戰了 對對對 所以不想要一句來一句去 對啦 那再來我說 那你覺得那是對你們加分來減分 他說我們只是說會表達我們很高興 沒有啦 就暗爽的內傷那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 對啊 大家都一遍 我們如果一遍叫 對啊 我懷疑是會不會太緊 那個那個 好 其實有些成語可能適合某些人 有些就要用不同的成語來解釋 請問一下 沈富雄先生的退選是懸崖勒馬 還是激流勇退 考考你們的國文囉 是終於認清事實吧 是退選了嘛 你看他這邊的聲明 寫著 沈富雄聲明 難成頂竹之事 且悉傷未遇 無以為繼 至即日起停止競選活動 是我不行 連累大家抱歉 報國之路千百條 不差市長這一條 後會有期再見了 這是他其實今天早上 剛剛發的最新的退選 我覺得他講得很清楚是 沒有辦法形成頂竹 頂竹就是撒喀都嘛 頂竹而立這樣子 本來就沒有辦法 可是沒有試怎麼 有人沒有試就知道 有人要試過才知道 從他宣佈參選 我就在這個節目裡面講過 我說他最後一定會退選 而且他裡面暗藏了 很多這個語言的季風 來 你看 OK 好 他也講了 OK 是他不行 而且連會累了大家 抱歉 連會累 連會累 搞得連好累 所以 是我不行 而且連會累的大家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暗藏季風 我注意到前一陣子 有一個民調 哪個媒體做的我忘了 他有問到一個問題說 如果沈富雄退選 那原本支持沈富雄的人 會支持誰 對對對 結果發現我看了那個數字 我嚇一跳 因為我們一般 一般的判斷是說 大家可能七聲即是連勝文 三聲即是柯文哲 結果那個民調不是這樣子 沈富雄如果退選 會搬去 會把那個選票 投給柯文哲的 遠比投給連勝文的多 所以他會搶到柯文哲的票 可是我們看的數字 又不是這樣子 我不覺得 我覺得其實坦白講 沈富雄他的那個票 絕對是搶到連勝文的多 於搶到柯比 否則他不會退 為什麼 我認為 因為他原本的評估 絕對不是說他出來 是要去搶什麼 去搶連勝文的票 他原本覺得說 因為他可能會吸納一些 可能對連勝文不是很滿意 可是原本是支持藍贏的人 這些可能會去投科批 但是因為覺得有他的這個選擇 他可以把這些票吸納過來 那變成就是說 可能這個會有所謂 三足鼎翼這樣的態勢 因為我記得 這個沈大老他第一天宣佈參選 之後沒幾天 他在上一個電視節目 我跟他同台 他真的是信誓旦旦說 他絕對參選到底 而且 你質疑他他很不高興 他非常的 他甚至有點那種要發飆的感覺 那其實大家 大家都覺得 哇你台東台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沈大老他其實 我是覺得他真的是 很聰明然後很有智慧 可是我常常就覺得 我私底下也這樣跟他講過 那我電視上我也公開質疑過他 我說你是不是對自己太自信 因為有人現在選機 你說你對對手 這個當然是攻擊 可是除了對手之外 你其他事要求人和 你要爭取更多的支持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是 把跟他意見不太一樣的人 全部都打成全部都是敵人這樣子 然後有點太過自信 那個態度讓人家不太 有時候不太能夠接受 另外就是 我覺得如果要用什麼 一句成語來形容沈大老的話 我覺得是 他應該會覺得 悔不當初 悔不當初 其實他的個性 那個當初是 是哪一年 我講的那個當初是怎麼樣 就是說 我是認為 因為我過去長期在立法院 我跟沈大老其實都有互動 其實他的包括他自己 或他的團隊 坦白講 很多的菁英在裡面 他的助力也都非常強 那我一直覺得他的問題是 他的個性上真的 他個性是怎樣 他很強的啦 我舉例來講我曾經看過 因為我們平面媒體 跟立委都很熟 因為我們試一下 很多法案 甚至有一些東西 我們真的都很熟 我們對立法院 意識的預算都很熟 可是有些電子媒體 他都是那種年輕小妹妹 或者他其實本來跑社會線 突然臨時來支援 他坦白講 並沒有那麼專業 我曾經看過沈大老 就這樣 當場就是很不給那個電視台 女記者面子 就把他罵到那個女記者出去 很委屈 我覺得他出去一定安置掉淚 那我是覺得其實 也沒有必要這樣子 因為 每個人的樹葉專攻不同 可是他因為他覺得我是對的 他覺得你都不用工 你怎麼來問我 他經常會有這樣的態度 那我覺得這是他其實 個性上 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性格 我也尊重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稍微調整一下會比較好 當時他連續要爭取兩次 台北市長選舉 後來阿扁坦白講 阿扁都用盡各種方式 很巧妙的讓他出局 那他對這一點耿耿於懷 可是我在想 如果當時他的態度是覺得說 在黨團上 黨團內部的人和也好 或者說 跟阿扁的互動 其實也還有一定的 這個維繫的話 我想他其實搞不好 早就代表民進黨參選 台北市長 我在這邊曾經講過 他要宣布參選之前 在醞釀那個時候 我就有跟他同台過 然後他就告訴大家說 他要打算選台北市長 因為他認為 他能拿到的是中間的 以及綠的票 所以他其實對於他拿綠票 這件事情是蠻有信心的 可是後來看起來 他宣布參選之後 我們每一次看民調 都覺得不對 他其實搶到的是那種 藍的 然後或者是中間偏藍的 這一個族群 形勢啊 形勢比人強 形勢嘛 我覺得 心富翔 本來我也很看好 因為以前一個人 我就帶四五個 來不去選掉 四季 老實講不得了 多有度量 沒錯 那時候他是真的很聰明 也很有實力 但是我覺得 他第一對 他的性格 性格太轉了 太絕了 太絕了 這個我也要自己 自我檢討 因為他曾經 講過一句話 就是 他說 我如果再三立 他就不會來三立 你還記不記得 他這樣講過這個話 我相信 你們都上過我的經驗 他講過這個話 當然 他講這樣的話 其實是我自己也要檢討 這樣 所以他其實對我是蠻 應該說真有意見 但是說實在 他曾經 在之後 我離開三立之後 他還打電話給我 他打電話給我說 第一句話說 因為他叫做理性格給我 他說 你要接 新聞委員 想要打電話給你 你有要接嗎 我說OK 我說OK 老實說我也很意外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鳳兄 你接我的電話 我也很意外 也很震驚 他其實最主要是 表達說 他想上我的節目 我也沒有說 我如果三立 你不是說你不想來 這樣很尷尬 其實 我先說這件事 就是 你何必那時候話講那麼久 人不必要這樣 有時候也給自己 留一點後路走 那 第二就是 我判斷他這次 其實本來是要 拉柯文哲 拉柯文哲的票 要幫連勝文 我從哪裡判斷 我從他去找金浦聰 建馬英九 說他也要選 台北市長 對 如果你要選台北市長 你幹嘛去找他兩個 對 那你為什麼不去找蔡英文 那你為什麼不去找蔡英文 我問你 蛤 那兩個人說 你只剩下錯了 打看看 現在看起來 打起來好像不是這樣 所以急流永退 這是我的判斷 這樣 所以我猜他現在其實 形勢也判斷錯誤 他以為他還有綠的票 其實是沒有 而且他認為綠的票 會比藍影的票還多 綠的早就不當他 那事實上我的判斷是 如果他現在是5.9 選出來也不會有5.9 最後一定會更少 搞不好還不會贏過宋楚瑜 應該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選舉不是說他沒有實力 是他也會被棄保 第二個是 藍影也不會給他 綠影應該也不會給他 他只會傷自己 那他七十幾歲 老實講 我覺得政治的生命 應該就到這裡 我認為他這次是真的聰明一事糊塗一時 博文聖武勒毛還稱呼他為沈大佬 我是直接就稱呼他為沈富雄或沈醫師 其實他的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 一個這麼聰明的人 到目前他還會評估他出來 可以拿到柯文哲的票 這個其實不用太過於政治的專業 就可以判斷出來 就是說綠的票絕對不會投給他 藍會不會支持他 不會嘛 2008年馬英九提名他 當監察院副院長 原本是院長 後來是被王建宣給擠掉 副院長 在立法院同意權的時候 誰封殺他 不是民進黨 是國民黨封殺他 所以 綠的不把你當做綠的 藍的不把你當自己人 那請問你要拿誰的票 這其實是非常簡單的邏輯 可是可能因為我們是旁觀者 所以看得比較清楚 他可能當局者 會覺得說 而且因為沈富雄一生算順遂嘛 酸帝嘛就狗嫖 又是非常聰明的人 他可能覺得說應該沒有問題 那現在 其實我覺得現在退也好啦 因為 下個月去登記你就要繳兩百萬了 是啊 我覺得至少他認清事實 在這個時候沒有硬拗到底嘛 對啊 只會讓自己更難看 要不然你就浪費兩百萬 之所以還留一個對不對 還算是一個生意 他的最關鍵的轉折還在於 陳友豪那個案子 對 對啦 四種可能 是啊 對啦 因為綠營的人也不是說 你不可以 不可以賣阿扁 是 事實這樣你就說就好了 對 但是這個真的那個 我是覺得綠營的人 說得最重要阿扁啊 沒關係 那個也不見得那麼求婚 但是我覺得是他後續還是 我感覺這個 宗教來講 那我職太強了 我跟他說一下 我跟他的故事 因為我們現在 我在辦公室在選擇 總是我看到任何人 我們私以下總是說 因為每票都很珍貴嘛 拜託拜託 你們朋友幫我打開 幫我打開電話 我甚至看到國民黨的 我也說 如果朋友說你可以支持 有些朋友在我選擇也幫我支持 這是一種禮貌 也是一種打酒好的方式 當然那一次我跟沈大老 在同一個電視台 這個見面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你日本有在選擇 我那很多錢錢 那我們就順便說 沈大老 不然就拜託一下 你們朋友可以支持我 真的很感謝 就這樣一句話 結果後來 我跟他在隔美幾天 後來在這個 另一個電視台上這段節目 遇到 沒想到他竟然怎麼講 他說 你一天 這麼大小子 這麼多拜託而已 你要比較注意 你不要得罪我 沒辦法幫你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話 坦白講 那個聽起來 我是非常不爽 但是我那時候 我也都忍耐下去 因為你塗在那裡 人家的一個禮貌性的寒暄 你把它拿來公開 而且你好像要堵你的嘴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是不對的 為什麼 我可以這樣講 我覺得 我們算是要尊重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是 拿的是烈的 就是他的朋友一定有拿到烈的 我們那是一個禮貌性的寒暄 那你好像急著要去堵你的嘴 我是覺得給人家感覺很不舒服 而且我記得那天我就覺得說 那個沈大老他去上那個 這個被他視為比較偏域的 這個電視節目 照理講 他應該反而是要企圖 或者去說服這些群眾 可是他那天反而是 刻意去用很強烈的態度 去把這些群眾隔開來 我覺得他的策略是錯誤的 當然每個人想法不同 可是我覺得 真的他的性格會造成他現在的狀況 其實這跟蔡正元 其實我是覺得蔡正元 應該可以修正一下 因為你現在是總幹事 你需要幫林正元圖選 對 人家講正通人和 對不對 你現在要選舉 那你跟記者這樣互槓 跟鄉民這樣互槓 你真的有好處嗎 而且現在年輕的記者也蠻兇悍的 蔡正元的想法大概是 可是他們的想法會找蔡正元 是因為認為媒體一路就是 對他們不友善 所以他們要找一個 其實是那個樣的思維出來的 他這樣做不會讓媒體 對他變得友善 他會變惡性循環 對啊 你越幹我就越挑你的毛病 沒有 可是越聽人也會覺得說 那怎麼媒體一直都挑這個人 也許會有一些反彈 所以這個中間的算計 每個人的算法不一樣 尊重啦 尊重啦 蔡正元 對他們審婦審議的共同點 就是態度都是這樣 態度決定他們這兩個的高度 現在有這麼多人 還有用真性情在做過人生的人 我們應該鼓勵他啊 繼續加碼 站下去啊 好 那昨天政壇呢 最大的事情是 一邊經年十六 這四個都政務官吧 對 都政務官 這是國庸市政府嘛 四個 這是中央政府 經濟部 張家柱為 市長都辭職耶 張家柱為什麼辭啊 我看著他一頭霧水 導火現在是 那個 昨天那個禮拜四 他去那個行政院 那個立法院開會 那個審治軍區的那個條例 然後 民進黨立委就衝著他罵嘛 也罵他人血部長 然後 反正就是遭遇到在野黨立委的指責 然後當下那個時候 行政院正在開會 然後他就打電話 跟這個江銀化要請辭 那當時這個江銀化 正在行政院開院會 然後開會 然後他就馬上叫這個 毛治國來代替他組織 然後趕快進去接電話 就當下就未留 那其實張家柱要辭職這個傳聞 從 今年 農曆年剛過完年後 前後 就一直在傳出那個要改組啊 什麼李鴻元啊 等等那些一直 開始下台換人了之後 張家柱也一直被點名 那 後來其實我覺得 最後壓垮他倒回去 就是這一次氣爆 中油 國營事業有很大的這個疏失 你的管線 中油 還有經濟部工業局 這些相關的主管機關 你跟這個麻痺的一樣 完全沒有去 不是 張家柱辭職又跟中油 到底 這整個事情 表現如何 沒有關係 來我們看一下他的辭職聲明的全文 我們大概就有些脈絡 充滿了怨對 對 他裡面 前面那個 就是說他很兢兢業業啊那些的 但是他竭力而為 補一下他的政績 毫無怨言這樣子 但是他重點來跟氣爆有關的咯 7月31號高雄發生氣爆事件時 由於當時一度懷疑是中油瓦斯爆炸 那麼加助賢命在第一時間擔任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當天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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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不是他 一開始 內政部吧 沒有是他 他一開始明晨的時候主持了第一次的災害 他是擔任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就是這樣 全力支援高雄市政府協力救災 並且在他們經濟部工業局鳳山服務中心 成立推進協調所以究竟協助相關事宜 所以其實這一個禮拜來他也真的是不眠不休 全力這個搶救 那麼現在有很多的這個協助地方復原啊 通盤檢討啊 對高雄災變中央與地方之責任歸屬 未來自有公正客觀單位加以調查認定 加助多次未免同仁應避免涉入政治口水 更無需推諉責任 無奈一週以來部分政治人物 這待會補充一下 不斷利用錯誤訊息進行政治操作 對於本部同仁則極盡施壓抹黑以及羞辱之能事 加助看見有些政治人物心中只有選舉和立場 他怎麼可以這樣講這樣一話咧 並沒有真正關心災民和復健甚感痛心 過去一年半來 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下 本部重大政策均無法推動 加助以感心力交瘁 尤其許多在野人士 只有杯葛沒有是非 枉固全民利益 不斷癱瘓各項政務 令人完全無法苟同 長此以往 國家前途極為堪憂 今天高雄氣泡事件 持續紛擾 國家已停滯不前 而地方仍持續指責中央 造成政局動盪不安 加助選擇一肩扛起 承擔所有責難 期盼藉此呼籲朝野 拋開政黨利益 共同攜手解決當前困境 所以今天8月7日 我決定請辭經濟部長一職 請問 請問 他覺得委屈啊 所有的指責 是為了要把你逼退嗎 不是啊 所以我才覺得 他持得一頭 讓人一頭霧水 他的意思是說 你看都是這些政客 都一直罵我們 一直罵我 他不是持得一頭霧水 他在政治操作 對 他覺得超委屈的 那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你辭職要怎樣 整個要處理的事 其實他辭不辭職 跟災後復健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有他在也不會做得比較好 他不在也不會做得比較差 現在問題就是說 張家駐為什麼辭職 昨天有六個政務官辭職 高雄市一個府市長三個局長 我們知道高雄那四個為什麼辭職 我們知道很清楚 有些人該知道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了沒講 這個該辭職 那經濟部兩個辭職 杜子君是後來加碼的 次長是後來加碼 一開始只有張家駐 張家駐那個辭職聲明800次 你把它全部看完之後 我只看到兩件事 第一 他辭得很不甘願 所以我認為他是被請辭了 人家叫他辭 對 第二 你在辭職的最後的聲明 你還在做政治操作嗎 還在罵在野黨 那當然你要罵在野黨 那是你的自由 可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張家駐 昨天張家駐假設不辭職 今天的媒體會怎麼寫 高雄已經有四個人負責了 中央誰負責 所以我認為張家駐是 昨天是有人跟他講說 你的人頭借我用一下 所以我們這整間的氣泡事件 就是這六個人辭職完 就算結束了嗎 當然不是啊 當然不是啊 可是張家駐沒有說明的是說 好啊 那在野黨這樣子罵你 那請問一下 石化葉的主管單位是誰啊 就一切都跟自己 還是沒有他的責任相關啊 他還是覺得 是因為你們罵我 我好委屈喔 那如果人家罵的對 那你辭職一下 剛好而已啊 所以石曲 他難道不應該去跟他黏香 去跟他道具嗎 應該啊 是嘛 那經濟部的石化工業園區 都總你管的 你那裡 你真的不用去跟他 到現在去高雄一遍而已 你這樣不用去跟他上個鄉 頭七呢 是 第一點嘛 他是指揮官呢 他也 只去過一次啊 也成立推進所 他只去過高雄一次啊 我說那個疑難者傷者 難道你不應該去 講到昨天頭七的狀況 因為昨天頭七 就那個整個氣氛是相當的悲淒的嘛 然後 那個 李醫師他就要坐那個 在旁邊 坐旁白嘛 獻花獻絕 對然後他就 呃 譬如說誰 哪一個官員到了 獻花 敬禮 然後獻果這樣 然後昨天是毛治國帶隊 帶著中央部會的官員到現場去 那那個李醫師 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李醫師的音量是很平的 他說非常感謝中央官員 麗玲 然後來致哀 也希望中央部會 競速的撥款 以協助高雄重建 就是說連李醫師都知道說 在這整間 競速撥款 對 競速撥款 然後 李醫師有這一段 有這一段 李醫師可以講這一段 對 李醫師最大 他要講什麼隨便答 這個從來就沒有在 沒有在本裡面 他們的交戰 就有個高雄人的心聲 對 就是說在整個氣道 就是獻花 先決家屬打理 這樣 非常感謝中央官員到現場來致哀 也請中央部會 競速撥款 協助高雄重建 還有一個更經典的 丁蓋復興空難 然後不是很多離難的人住高雄 他們也在辦公機的時候 復興航空的副總吧 就帶著公司的代表去那邊鞠躬 也是在他們鞠躬的時候 那個李醫師就說 高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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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後來有轉回來 希望這個副總能夠進入 競速協助家屬 處理善後的事 該負責的 要負責 高雄重建 高雄重建 所以你就知道 在整個高雄 對於氣爆事件 善後的這些處理 中央政府的態度是什麼 高雄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 他這樣說得不夠 中央競速撥款 19億就是19億 不要打折 不要放假玩假 有錢趕快拿 不好意思 我說什麼 第一個我認為 你認為張家屬應該去念行 你是中央 主管單位 主管單位 沒有毛資格也要去 因為毛資格是怎麼去 因為張家屬請辭 這是第二點 第二點 他說 部分政治人物 一週以來不斷利用錯誤資訊 進行政治操作 我實在覺得 你要說清楚 是什麼部分 哪一個部分是錯誤 你說你要說什麼 不明不白 對啊 有助於事情的解決嗎 沒有 沒有 我希望說 你要說清楚 就說出來 他又說 本部同仁 被激進施壓 抹黑羞辱 是誰在羞辱你 誰在打壓你 你不要說 我都拿你解決 對不對 再來他說 這個 只有選舉跟立場 沒有真正關心詹民跟戶劫 到底是誰 你不要說 你不講 大家怎麼會知道 現在這個有什麼裸容 再來說 造成政局動盪不安 哪裡有動盪不安 沒有 政局哪裡有動盪不安 我問你 誰在動盪不安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趕快重建 讓大家恢復家園 恢復這個生活 所以 長啊 我說這個是操作到太過分了 一定要說給觀眾 觀眾朋友知道 他說 錫料 將儀化院會之後 一直無法聯絡上張家柱本人 晚上九點 毛治國 親戶張家衛留 按電鈴沒有人應答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太可能 我覺得這一出 編得太誇張了 百分之一萬不可能 長官到部署家裡去按電鈴衛留 你現在是什麼 三顧茅座 我是將儀化 我要找人 切菜也找得到 你是怎麼 你總是在台灣要登報失蹤 對不對 不可能嘛 這比較晒太 對啊 就是演得太大了 其實他也不是晒太 我跟你講這是上面 就是新聞稿要這樣寫 對啦 比較有可能 我們一個行政員 因為要找他一個館 說地磁剩下就找不到 不可能 我跟你講絕對不可能 我們的政治生態 絕對不會是這樣 也許政治生態變 現在 不會啦 因為政治在動盪 你要了解張家柱的個性 張家柱是一個 從基層文官 一路往上爬 他是技術官僚 他是技術官僚 他不是那種很有政治性格的 所以這種事他做不出來 所以他們在找你 你要說我辭意堅定 院長 謝謝你打電話 謝謝你未留 但是我辭意堅定 但是為什麼要砍張家柱呢 因為高雄辭了四個啊 你中央不辭還得了 壓力會到中央 今天壓力全部到中央身上 所以借張家柱人頭一用啊 後來發現說 一個比四個好像天平上蹭一蹭 再補一個 再補一個嘛 對啊 所以兩個頭對四個頭嘛 那這樣子對事情有解決嗎 今天他有操作的空間啊 就說你看 好吧 至少說你中央不會有壓力 就說你高雄辭職 我經濟部我也辭職啦 我一個部長一個智長下來 還不夠嗎 沒有要跟你解決事情啊 再解決政治壓力 沒有啦 有說起來啦 我相信民政隊很保護 叫你推動核能力也不如推動 最後還是風吹嘛 對 你知道胡茂啊 我覺得胡茂 大家一定不要講反胡茂啦 因為胡茂其實我們是要給過 只要合理 對台灣好 對 可是你的程序是很不正義的 你公廳會 研討會 立法院都沒有審查 那大家都覺得那是黑箱 出來可能對台灣很差 所以我們會擔憂 但是這是什麼人要做 這是經濟部要做嘛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做 沒有做 所以導致今天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有做表面文章啦 表面而已 表面而已 所以現在不會過嘛 難道這不是你該張家住 該扛起來的嗎 所以你現在是為你的 為你的政策沒有辦法推動 你要本來的要下台 其實一開始把它擺在經濟部長就錯了 我再說一下 其實最近日本有一個大學教授自殺 對 那個為什麼自殺 我現在是說 前往前我講一下 有一個30歲的女生 她也是個博士 那她寫了一個論文 登載在國際期刊 對 那可是呢 後來被拉掉 被拉掉是因為發現她論文有造假 這樣 那這個教授是 這個論文要有指導教授啊 這個教授是 就是她的指導教授 這個教授是推薦 推薦她 很推薦這篇論文的 那事後呢 她自己也很自責 也有人自責她 說你都沒有看清楚 結果她自殺 留了遺書就說 她很自責 她非常的歉疚 說她沒有好好的去看這篇文章 她認為她有責任 她跑去自殺 日本人的責任是什麼 我 對 我對 她幹嘛那麼想不看 就學蔣偉寧就好了 對啊 她就掛我的名 我就不知道啊 自殺我們不鼓勵 不認識 自殺我們不鼓勵 可是你知道 人家那個道德感跟持感 有多高 她用最高 這種境界來表達自己的歉疑 對不對 不是最高境界 是最終極的方式 對 人家會說 我不對 不好意思我不對 沒有希望你自殺 但只要我們的官員 也會聲明說 我不對 因為你要強調是態度 不是那個方法 對 就是你有沒有那個態度說 我錯了我就認了 不是啦 我們不能在台灣鼓勵 因為這樣我們台學教授可能 沒有我們無鼓勵大家自殺 就是說你那個態度要出來 是無虛 來我們先休息 要學學日 不可以鼓勵啦 太終極的方式了 但是你那個態度要有 大家都掛名了 對 有時候真的誠實是上策 為什麼 你躲得了初一 你躲不了十五 對不對 像高雄這次四個官員請辭 這都應該要請辭吧 對 高雄市副市長吳宏謀 還是當時在這個管線湘涵的 他負責主管的科長 什麼都說 他們都不知道都不知道都不知道 然後就是怪說是中央給他們按砍 結果發現都知道啊 後來他們是去翻箱倒櫃 找出當時水利局的前身 下水道工程處的那一張泛黃的表格 然後發現原來那個 這個就是消失的這個幽靈的管線 還有這個所謂的湘涵 是當時他們就是在這個水利局 他們工程處他們興建的 找出那個表格他們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中間的交界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城局會 一開始第一天講說橫向聯繫 溝通不足 水利局、公務局、捷運局 然後甚至當過這個水利公務單位的副市長吳宏謀 完全彼此都好像狀況外一樣 因為大事變得很大 我感覺 我覺得 當然他就失誤了 我也是這個大事要好好追究 陳菊 因為 所有的各報都在這麼幽靈相反的時候 對 這個人為什麼不出來講 這個人還在掩蓋 還開整個擴大什麼會議 擴大會報 要講 那鎮定是他去的 所以 所以你看陳菊的臉 設計柯柯的 啊是啊 他知道啊 他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在寫幽靈相反的時候 他說他不知道 所以你看陳菊 他第一時間那個反應 我覺得 他已經不知道該講什麼 現在變他的副手 而且現在是他的副市 現在是他的左右手 他能講 如果是陳菊 我真的能這樣揍他一拳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陳菊大概也認住了 我這樣講 那個吳宏某確實是有問題 因為他第一時間有可能他想要蓋住 因為當時這個包括在發包設計竣工 都是他在 那時候叫做地下水道工程處 當時他是設計科的科長 但是等多幾年 民國81年完工的 這一段 因為他在那個時候他負責這個事情 當然他一定有責任 那所以當在幽靈相反出來的時候 我認為吳宏某第一時間 他有那個動機 他想要隱瞞 但是我話講回來 你說陳菊想要隱瞞嗎 我舉例來講 陳菊要隱瞞 陳菊我先隱瞞 為什麼 因為陳菊他沒有動機去隱瞞 這個所有的發包設計到什麼 都全部在吳敦義任內 我坦白講 這個東西全部揭發出來 對於他也沒有什麼說 第一時間你要付什麼設計不當 或者有任何貪圖的嫌疑 所以我覺得陳菊他沒有隱瞞 可是他確實 他可能被他屬下蒙蔽了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幽靈還 這個湘涵確實你知道 這個是81年 然後他等於 他是一個老市府的員工了 對 他是一個老市府的員工 他這輩子都在高雄市政府 對啊 那所以呢 這個幽靈湘涵 幽靈湘涵這個新聞出來 第二天 高雄市政府就把這個資料找出來了 然後立刻要求吳宏某 吳宏某立刻就有一個請辭的動作 那其實我覺得他這個請辭的動作 他也知道說 陳菊一定很不爽 你幹嘛給我隱瞞這個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真的要追究責任 我是覺得比較奇怪 因為當時79年 管線是先埋下去 79年管線埋下去 你沒事在81年 你又搞一個湘涵做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當時的設計圖要找出來 不是說只有說誰知道 所以先有管線 先有管線 再有湘涵 你明知道管線不能通過湘涵 對嘛 所以這個就是有問題 那我們就是 不是說只有下台 你要追究這個責任 那當時怎麼會是設計成這樣 因為就是用一個湘涵之後 變成水經過 然後變成那個管線會腐蝕 如果當時就是 像79年的時候埋在土裡 今天不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你看嘛 我們那個時候還在想說 是不是買管線的時候 為了節省施工對不對 不要繞過去 直接通過湘涵 結果不是 所以不是嘛 是湘涵可以把他們包起來 對 包起來 而且你記不記得中央講說 他其實當時就知道了 高雄市政府有給人家 收那個管線的那個費用 所以你記不記得中央講 誰收費 誰負責 誰負責 人家是給你點成這樣 你高雄期 你又不知道人家給你點這個 中央已經知道 我就等著看你那種笑話 不過 我覺得這裡面還是有一點 沒有啦 總共費用 那個湘涵有三條管線 四吋 六吋 八吋 為什麼 如果都 你說泡在水裡面 都泡在水裡面 為什麼只有李長榮的破 因為他也沒去維修啊 他四元錢 中石化六元錢 中油八元錢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還有 他講的是為什麼中油 中石化都沒事 李長榮沒去看 那個叫還沒有出事 年華 那個叫還沒有出事 所以不是說 人家兩個沒有破你這個破你這個 你就不應該在管線裡面給人家弄香涵 不是啦 不是啦 我們有說 看起來是 四吋是比較多 因為他不用承受那麼大的壓力 所以已經鏽蝕到 會破掉了 他說這早晚要出事 早晚另外兩管也要出事 也要出事 不會啦 因為現在已經不用了 已經炸掉了 這個不是說 三條管線只有這條泡 每天都要出事 都要出事 而且這個香涵 你就是秩序不對嘛 你就不能在管線外面給人家包香涵嘛 這是什麼人做的 而且那個香涵在81年做的時候 當時的設計圖 跟完工之後的驗收圖 跟各種市政府現有的管線 地下道的管線圖 三個圖通通不一樣 對 所以這件事情就很值得查啦 那為什麼你做的時候沒有按照設計圖呢 就設計圖是一個標準 就是你管線跟香涵應該是分開的啊 是 那所以到最後是誰驗收的 驗收的圖跟設計圖不同 這樣也OK嗎 然後為什麼 高雄市政府現在手上拿的圖 又跟你完工圖又不一樣 那這個圖又是誰 又從哪邊來的 這就是台灣 太神奇了 就是台灣的公務單位做事 或者是就是跟你做這個60分 驗收的人都在這裡啦 誰都躲不掉 這驗收公文都有簽名 名字 概章都在上面 對 都有簽名 你看看誰驗收的嘛 這些人還有一個市政府嗎 沒地方也找到吧 也不過就是81年 也不過23年前的事情嘛 所以通通跑不掉嘛 你當時為什麼可以驗收 然後剛剛時機講 為什麼你的設計圖跟你的施工圖 因為現在發現 設計圖原本是沒有經過管線的 可是它施工的時候 往北移了大概20公尺左右 為什麼要往北移 這當然要把原因找出來 然後如果說你往北移 你去驗收的時候 一定會拿設計圖嘛 然後一隊在現場 欸 怎麼不一樣 為什麼驗收可以通過 所以驗收不實啊 對 這個其實都可以追得出來的 那我問你 管子是中油的 然後送料是華為 華運 華運 那收料是李長榮 那為什麼只有李長榮 為什麼要吃貨鴨 因為管子破的是他的啊 後來產權都建制跟產權管理 因為管子交給 都是李長榮 是李長榮的管子 中油建的 但是中油建好之後 那時候就把這個產權在兩年之內 交給了福具 福具在2006年被李長榮併購 所以福具就是李長榮 那運料的為什麼沒有責任 那管子是李長榮 送料的人說華運啊 華運當然也有責任 因為是李長榮叫華運 華運加壓嘛 華運加壓嘛 李長榮收料嘛 那李長榮叫華運再送 華運也 因為兩端都發現壓力有異常 有問題 照理說應該是停嘛 停掉 可是他沒有停嘛 所以兩邊都有責任 現在只是分擔的問題 可是現在很有趣 我想華運應該會分擔比較少 對 現在很有趣 現在有個問題出現了 那個香韓是81年做的 管子是79年買的 所以中油蓋好 就直接給李長榮嗎 兩年內他把交給李長榮 那開始不是李長榮 在那個 在正式的那個管線圖裡面 那三條管線 目前都還是 一條是中石化 兩條是中油 沒有變更 到現在還沒有變更 不過這樣 你點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有可能這樣 李長榮的責任會比較低 對啊 因為我的管線 本來是埋在圖裡 你為了香韓 是你把我包在裡面的 不是我去弄的 所以嘛 我就說要追究當時那個設計圖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做這樣的變更 當時那個年代是誰做的指示 如果你沒有包在香韓裡面 搞不好現在沒有秀石 是啊 剛剛我們這幾天在罵李長榮 所以為什麼高雄市政府不敢承擔 那個副市長不敢站出來承擔 因為這就是責任的問題啊 因為李長榮的問題在於說 他的壓力降到降那麼低的時候 他沒有停下來 這樣子啊 我覺得這個事情責任 當然司法責任最後檢察官去處理 你高雄市政府不接任嗎 對 可是我們在 每人不要急嘛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你要用縱向時間軸來看 你才會很清楚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你如果只看這個 橫向時間軸 會不清楚 縱向時間軸怎麼看 79年中油申請埋管 依都市計劃法 送丙溪的管子 不可以經過住宅區跟商業區 那為什麼當時會準 那個時候不是郊區 那個時候是 沒有錯 那個時候都市計劃 從陽金虎民國61年 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是住宅區跟商業區 對 他絕對不是工業區 依照都市計劃法 丙溪管線 只能經過特種工業區 假種移種都還不可以喔 為什麼會讓他經過 那當時埋這條管線 就是要用秉溪嗎 管必領是質疑 中油你用合法掩護非法嘛 就是要送石油 你是用油管的名義申請 然後送秉溪 油管可以進入住宅區嗎 油管可以 可是中油發新聞稿 他告訴我們說 沒有 我們一開始就是要送秉溪的 那既然這樣的話 要嘛就中油說謊 要嘛就是高雄市政府 有人明知規定不可以還準 這是79年發生的事情 好再來時間軸再往後 81年 這個湘涵是為了解決 跟凱旋路湘涵沒有連通 水不消 所以蓋了這個湘涵 那剛剛我講過 這個設計施工 為什麼是這樣的做法 是誰準的 為什麼可以驗收 這是另外一個 這個時間軸這樣下來 結果你把那個管子 包在湘涵裡面 為什麼會過 我的看法 沒有買管子就不會包 管子不包在湘涵裡面 可能也不會包 所以你說責任分擔 從重的時間軸來看 就很清楚 那到後來當然 歷任的高雄市長 你們就算沒有法律責任 也要承擔政治責任嘛 因為你當市長 你搞不清楚狀況 這個說到哪裡 大概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啦 那整個重的時間軸 你把它抓出來之後 你就很清楚 這個氣爆的元凶到底是誰 你現在說的就是 吳敦義時代就對了 我沒有特別指名是吳敦義 但是 的確 宗友有沒有隱匿 當高雄市長 為七十九年做到八十七年 你知道他任內 都是那時候做的 就是說現在 現在他們知道 那裡 叫包裡面的土 他們有 但是陳菊的時代說沒有 但是做的時候 吳敦義時代 吳敦義進來培前幾條油槓 十畫館 六十五條 為什麼他 我不曉得那個時候是不是 台灣正在全力發展十畫 或怎麼樣 我不清楚 在他任內批准了六十五條 那這有多少條 類似像這三條 是經過住宅區 經過商業區的 而且是在送秉信以信 那就要回到獎金多好了 他幹嘛推十畫 那個十大建設 不是他可以推 但是你當時 既然法令規定 你不能經過住宅區 其實剛剛經過這樣的討論 應該要了解就是說 其實那個問題 問題是在吳敦義時代製造的 但是呢 有問題的存在 高雄市政府的副市長是知道的 但是呢 他沒有跟市長講 一直隱瞞 應該這樣講 對不對 那另外是 公務局長為什麼請時 因為李昶榮化工的管線 他其實是有收錢的 對 高雄的碼頭 這個儲運站 那前年跟去年分別繳了大概九千塊 所以總共是一萬八 另外呢 管線這兩年分別繳了十二萬四十二萬九 也就是說這兩年啊 中間差不多人家 要繳差不多二十七萬左右 對 那這個 既然你有收費 你就知道李昶榮化工有管線 他沒管線幹嘛繳費 對對對 那現在呢 人家就問他說 那你有收錢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他說我們收錢不代表我們知道融化管線 這是什麼 光這句話就要下台 說不清楚 說不清楚 你收錢 你總是問說 你有什麼要繳錢嘛 對啊 就是我有管線經過我才要繳錢嘛 所以我覺得中央都知道高雄市政府的狀況 高雄市 高雄市自己不知道 我剛剛講 人家第一次就講了 為什麼會講這句話 誰收費 誰收錢 誰負責 我覺得搞不好人家都知道了 怎麼會成就不知道 公務局的認知說 他們負責的其實是道路的養護工程 所以他如果要來挖管子的時候 他要跟市政府申請入選 所以公務局覺得 他們管的是道路的品質 而不是管道路下面的管線的管制 廠區外其實就是那個 中央地方政府他們有分個 廠區外跟廠區內 那個園區內跟園區外 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樣分 公務局管的是道路 他不覺得他應該要管到下面的管線 裡面跑的東西 更何況裡面跑的東西 那個主管機關當然就是經濟部 因為他可能跑的是石化的那些奇怪的原料 那些東西本來就不是市政府管的 所以他們的確沒有想到說 原來我要把下面的東西 統統都一併管了 所以他們只管說 因為你們三不五時就來挖馬路啊 所以我公務局當然是跟你們收這些費 因為是為了你們的管子 你才要挖馬路 所以他只管上面沒有管下面 應該是這樣說啦 公務局有收李長榮的道路使用費 你就應該知道 他有李長榮的管子在那邊 你照理說 要不然你留多長你怎麼收費 你也裝一個標準 那你也應該知道說 這管子大概從哪裡到哪裡 經過什麼路線嘛 那至於說管子有沒有壞掉 或是裡面運什麼東西 公務局底下是管不到 可是你如果說不知道 因為你現在人家說你有收錢嘛 你不能說我一個房東 我有收房客的房租 然後我不知道那邊有沒有人住 這說不過去嘛 因為這個會回到氣爆之前 因為當天新聞都有報有味道出來 在那個過程裡面 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知道的東西 都講出來 也許資訊都出來了 是不是就可以 大家現在講說很遺憾的是 畢竟死了這麼多人 而且整個的道路現在都變成 變成一條大河了 變成一條河了 的確整個地區受創很嚴重 所以大家講說為什麼這麼本位 對不對 你現在事後講說你都不知道 你可以這樣講 但是有沒有大家還是有個公平嘛 可不可以說得過去嘛 你可以這樣講 不然我們大家聽下去嗎 是 所以我覺得聯合報做這個圖 其實是蠻清楚的 所以說這個要命的相函 是吳敦義時代就做了 那歷經謝長廷市長時代 陳其邁代市長時代 葉局長代市長時代 到了陳局市長時代 這個時候兵 那這個兵 但是國庸市政府說 我們沒有那個資料 所以他知道 也有那個資料 但是製造的 是在這裡製造的 那為什麼 這個時候驗收會過 為什麼要製造這個東西 這個是也要追查 應該這樣講吧 對啊 所以我說那個 縱向時間走 你把它拉出來就很清楚 將來責任誰要分攤嘛 然後最近大家一直在講就是說 包括中央一直在講說 你地方應該知道管線是什麼 很巧 昨天中油發了一個新聞稿 昨天中油發那個新聞稿 他的目的 本來是說要駁斥管碧林 講說你用合法掩護非法 說你用油管名義申請 對 可是中油發的新聞稿 非常有趣的就是 他在最後一段 來大家看 請仔細把它看完 中油表示 你用唸的啦 中油表示 此次管線埋設 皆經主管機關核准 相關管線深挖程序 或管線輸送物質的作業流程 都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先看到這邊 前面這一段話告訴我們 中油的主管機關是誰 經濟部 經濟部 對不對 好 後面那一段 根據高雄市現行道路 挖掘申請作業相關規定 施工圖面只要註明管線尺寸 埋設深度以及斷面圖 並沒有要求註明輸送物質名稱 所以高雄市不知道 不知道送什麼 不知道 那誰知道 經濟部 所以中油已經告訴你了 我的主管機關叫經濟部 我裡面送什麼東西 只有經濟部知道 高雄市只知道什麼 我要挖多深 還有施工的斷面圖 會影響什麼交通 斷面圖 當然施工期間的道路 哪一段道路 交通圍 這很清楚 你公司也自己講的啊 為什麼有位到出來的時候 中油不趕快告訴我們 那條是運比錫的 就中油到那天晚上 中油到11點半 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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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有一個內幕 當天第一時間消防局接到報案之後 因為市政府的資料只知道底下是中石化跟中油管子 就把兩家都找來 他還把中油前鎮除運站有一個王姓的副理還經理找來 問他說 這你們中油管子是不是在底 他說對 那有沒有送什麼 他說我們是送以西的 可是今天沒有送 中石化也說沒有 結果一直拖到11點半 他才突然想起來 啊 有一條是李昌榮的嗎 那時候要拚啊 為什麼要想這麼久 二十幾分鐘後就拚了 我不曉得他是 因為 他八點就開始想 想三個小時才想到 所以現在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可能是說 中油那個人 他可能事隔太久 他已經忘了這件事了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說 他明知 可是他不敢講 就兩種可能 其實延晃哥講了一個時間 還有2003年 高中市政府 他為什麼不敢講 因為這個事情 住宅區送秉西是違法的事情 那中石化跟中油那兩條呢 也違法啊 對啊 那他都講了啊 對啊 那腦差一條 有可能是他忘了 因為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有沒有 有可能是他忘了 不是也有找李長榮的人來嗎 沒有 就是因為 市政府的資料 根本沒有李長榮 沒有李長榮 對 那你晚上是沒有找李長榮的 嗯 來 我們先休息 然後你晚上連台鐵都找來了 對 有可能的單位都找來了 就是你要找 瓦斯公司也找來了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有這個民眾啊 這兩天都有電視台的那個 募款贈災晚會嘛 嗯 然後就覺得說 為什麼是透過紅石自會 不是直接捐給高雄市的這個社會局啊 其實 這邊要講一下 因為 因為你如果是電視台這種 所謂公開募款申請帳號 其實需要時間 但是你如果透過紅石自會的話 就可以立即啟動機制 就是說你要募款 這種公開募款的話 你真的要跟內政部申請一個 一個一個 你必須是一個合格的社團法人 或財團法人 對 所以才會說 直接就是透過紅石自會 因為紅石自會 是有公信力的募款單位嘛 真的嗎 其實我覺得 我這個 這個昨天晚上我自己有去啦 去接電話 我覺得 就算紅石自會 他過去為什麼會覺得 像剛剛 你話說真的嗎 就是因為他過去有爭議 包括把這個捐款 到中國中國大陸的震災 還有包括這個南亞的震災 有很多民意代表舉出來說 他的這個款項 非常不是這個流向不清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 陳昌文 馬英九 他的這個總統的好朋友 那也被這個 陳建平議長立委之一 他的這個角色長期 那個 而且他每年接 那個接受政府捐助一千七百萬 等等 他在帳戶上 財務上 跟政府高層的關係 等等他的角色定位 榮獲這個單位有爭議 但是我覺得因為 在這個節骨眼 因為大家都想要幫助高雄的災民 那你要不然 因為昨天其實有些民進黨的 我碰到一些民意代表 他們就想說啊 有些人就不想去 就是因為剛剛這樣一個 背景的時空環境下 那有些人就說 沒關係隨便 民進黨也沒有限制大家 就是個人的決定 不是啊 你要質疑人家 紅石智慧 你要拿出證據來啊 都有很多的 都有很多的數據 過去他們那個民進黨 很多有些 立委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還有包括紅石智慧 過去的一些 內部的一些爭議啦 這個新聞事件 大家去查都查得到 這個 我身為一個高雄人 對於大家的捐款 我覺得不管是一塊錢 一千萬 我覺得都是感謝的 對啊 就一個捐款人來說 他會 我會希望 我捐的每一分錢 都是直接可以幫助到災民 直接幫助到高雄的災後重建 可是如果我今天捐的這個管道 我剛好是紅石智慧 我一進去 我先扣15%的人事啊 手續等費用 我就變成 他扣 沒有 每一分錢都用在災民 身上 民眾根本不知道 我昨天剛好看華視新聞 15%是規定的嗎 我昨天剛好看華視新聞訪問 現在紅石智慧會會長 叫什麼名字我忘了 一個女生 還滿有名的 他就出來講 因為記者就直接問他說 外傳 謠傳 說你們要先扣15% 結果那個負責人 他講說沒有沒有 我們絕對沒有扣15%這件事 我們只是扣除必要的行政費 交通費人員的作業費 那是幾% 那是幾% 所以昨天說捐6000萬嘛 6500多萬 那我們就看 到時候紅石智慧交多少 給高雄市政府 因為你 那以前15%是怎麼樣跑出來的 沒想到 好像是 我記得是有一次 哪一次 說實在詳細我忘了 就是網友有去算 有算說他們收了多少 但是只捐了出去多少 後來就發現差額差了15% 沒有 而且那個出去是三年份 他不是一次給你出去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種慈善機關 它本 它是常設的慈善機關 對 它本來就有人事的這個 這個需要 跟場地的需要 跟執行 是啊 跟這個執行 你要把錢用再用出去 其實都是有執行的費用 沒有沒有 這個其實有分別 捐款有一些 它會指定你專款專用的部分 那有一些是日常 例如說我就是捐給紅石智慧 讓你提供日常運作 其實這還是有區別 不過我是提醒大家 就是說民眾捐款很熱心 可是政府千萬不要說 哎呀民眾捐款要那麼多了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救急的部分可以少一點 其實這是兩百的事情 該你付的你還是要付啊 對 該你付的還是要付 那到昨天晚上這個是 高雄氣包正在晚會 專款的這個捐款 所以其實我滿贊成 那個李晃哥的講話 就這一次大家如果有擔心 以後還會碰到類似 有什麼不管國內外 有這種狀況 那這一次六千五百多萬 是不是弄持這個 全數交流高公司 我就做一個檢驗 那梁文傑 就那個四十三億款項 下落過美股這兩點 美股是勁底的嗎 不知道 之前他就有算 就是說他沒有交代出 就他把收入的值都算了 百多萬五百多萬 總算是在那邊